我們歡迎韋琳替我們帶來 剪刀槍的系統工程師GDB and VS Code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韋琳 然後我目前是在那個美商賽發部工作 然後我們是在一間做Respite的一間公司 然後一散CPU的公司 然後我主要負責的是比較多做一些debug的工作 然後本身是會做牽扯到蠻多system software的東西 就是系統軟體的東西 然後我總結了一些 我覺得工作多年之後就是會有一些經驗 可以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這個今天要講的東西不是單純就是某一個特定的技術 算是比較一些提升自己解決一些基本問題的一些 可以讓你更好解決基本問題的一些技巧 就是工作多年之後你會碰到很多問題 不論是從公司轉換或者是換工作 或者是從學生要開始工作之後一定會碰到很多一些問題 然後我這邊會總結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基本上會是以Respite Linux為違反例 對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這個基本上就是這個整個大綱 基本上就有主要就是四個主要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就是例如 就是大家都常常一定換 有時候大家會換工作或是從學校到 學校用的環境跟你之後要工作的環境 找到新工作不同公司 他們透過自己不同公司的環境 有時候適應環境其實對一個系統軟體工程師在講 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因為畢竟每間公司或每間學校 暗用的系統都完全不同了 IT系統或VPN或是用Linux的版本基本上都不同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或者是我們系統軟體工程師其實很長 其實都要面對不同的各式各樣系統軟體 對 然後第二個方面是程式碼的閱讀 其實像我做很多年的系統軟體 我發現我們很多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是要一直在看程式碼 因為不論是你要看open 如果有Risk file的話可能要看openSBI 或者是Uboot或是Linux kernel 這每一個都是很多人已經寫好的call 可是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是系統軟體工程師 我們大部分很多時候其實是要把整個系統拋起來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組件 可是我們要怎麼很方便的去閱讀程式碼 其實對我們系統軟體工程師來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很快速的閱讀這麼多程式碼 因為這很多程式碼都是好幾百萬行 像Linux kernel就好幾百萬行 很多call其實都是你比較看的 你要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讓你很很快的開始閱讀程式碼 所以其實也很重要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今天還有這個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怎麼設定你的環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很多人就是沒辦法很好的把你的環境配置得很好 所以造成你閱讀程式碼其實就沒有比別人快 其實這就損失很多 你可以就是解決問題的時間 然後第三個我會講一些好用的Plugin 對然後提升大家的一些閱讀程式碼的速度 或者是解決很多可能一些小問題 然後第四個是就是動態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系統軟體工程碼就是整個系統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分兩個方面 前面三個就是你怎麼樣有效閱讀程式碼 這是算是靜態的方式 可是你實際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追蹤實際系統的一些run time的行為 所以第四個部分我會講 要怎麼樣比較好的解決那個 系統在run time的時候的 解決問題的一些方法 當然就是用GDB啦 畢竟GDB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 對所以我今天會針對這四個主題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然後第一個 解決不同公司不同文化 對 就是說大家一定很多人用Linux一定很常用Vin或imax 可是其實我自己經驗上其實就是 他畢竟有一些學期曲線的問題 或者是說 對 他們就使用上的一些困難 像我曾經 也嘗試很多年使用Vin 可是 就是在嘗試過程中會發現 他其實 你要讓他變成可以很好幫助我們 看call或做很多事情 其實他要裝很多plugin 可是裝很多plugin就會碰到很多問題 所以你 所以我自己是建議 可以大家可以嘗試使用 就是VSCode 對 當然 就是每個人 每個開發者有自己的喜好 可是我這邊只是 會把我 知道VSCode的好處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家如果覺得 還是 讓大家再來自己選擇 你們到底要用哪一套 自己的工具 然後 我會覺得VSCode好的地方 是因為他 就是 當然他第一個是免費的 然後也是open source 然後他跨平台 然後GUI操作 學習習生其實並沒有高 而且他plugin很多 然後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我剛剛講說他可以解決不同的 你在不同公司碰到的問題 是因為他 他 他有辦法 他有些plugin 就很好的整合 就是 SSH的連線 意思說你直接用 VSCode他的 SSH SSH Session的 外掛功能 所以你就很好的可以連線到你想要看Code的那台Server 或是想要做一些操作的Server 所以其實意思上你想要用在那個VSCode裡面 你就可以做很多額外的操作 就做很多Linic上的操作 或者是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其實你就是也不用再去裝很多其他的東西 就基本上你只要 等於是你今天你換到不同公司 你只要把一套VSCode學好 然後你基本上在任何環境你其實都可以很好的操作 你想要 就像你今天換到 就是你的Linic Server是 五方圖或是Redhead Server或是Windows Server 這些都沒關係 反正他們只要有提供SSH連線 然後我們 會操作VSCode 其實就已經可以回到我們 自己很喜歡的環境 看Code的環境 所以其實我會蠻推薦大家 使用VSCode 對然後VSCode它就是 SSH的部分整合的很好 所以它你要配置什麼跳板啊 因為很多公司可能是 要跳兩層才能進你的內網裡面 或者是VSCode它也可以離線安裝 就是它的Parking那些東西都可以離線安裝 意思是說你們公司 假設你們公司是一個內網環境 不能對外了 它也有辦法 就是直接裝在你們公司的Server裡面 所以意思是說你真的只要 完全掌握VSCode的使用的話 你其實你 你居然不管換到什麼環境 你其實都會很好的 看很多程式碼 對 或者是使用 對 所以我會蠻推薦 這幾我自己是蠻推薦 就是VSCode的 然後它的一些 當然一些基本功能 就一定要有 你今天你 你的 你要看Code 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新的軟體說 要看很多Code 所以你一些看Code的基本功能是一定要的 它就是 程式碼的跳轉啊 就是它可以看細語言 它可以跳在 在方旋之間 可能用滑鼠點一下 就可以跳到你想看的方旋 或者是一些datatype 其實它都有辦法 就是爭賀的很好 而且它的顏色 就是主題可以 隨你興趣 你想換什麼顏色 其實它就點兩下 就可以換成另一個主題了 就是你今天想什麼主題 你想要 它稍微點一下 你就可以換 可是如果你用其他 Edit 像Vin之類 我之前也要換其他不同的主題 可能就要自己 比較花時間去找 或者是比較花時間去使用 可是 VSCode的好處就是它 就是 整合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使用起來是很方便 對 然後 我們這邊 然後第二個痛點 閱讀程式碼 第二個部分啊 其實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 用VSCode其實沒辦法 用得很好 是因為他們 就是 沒有掌握到一些關鍵部分 就是它如果 就把VSCode當成一般的 編輯器來使用 可是VSCode它強大的地方 是在於它看程式碼 就是它 它很有效的辨識你程式碼 然後 然後它用了一個 目前有一個方法 它用了一個主流方法 就是 在編譯過程中 因為像我們 程式碼通常是要編譯嘛 編譯過程中 它 會產生一些 你編譯過程中 一定會產生一些 Compiler的一些 過程嘛 然後 目前有一種主流方法 就是把這些 Compiler過程的東西 記錄下來 就是你 你編譯哪些程式 你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意思說 因為你編譯過程 才表示你要看了嘛 如果很多很多 像EventSourceCode 裡面很多程式碼 你是完全沒有編到的 代表你根本也不會想要去看它 所以意思是說 目前 VSCode 或者是 目前有道主流的編譯 看Code的方法 就是在編譯過程中 把你那個 編譯的過程的 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然後 存成一個叫Compiler 底線點 command 點 接上的檔案 這樣子讓你的IDE 來Parse這個檔案 意思說你 像 像這IDE看到這個檔案之後 它就會知道 它只要看哪些檔案就好 它不會整個 整包 像利尼克龍那麽大包 它不會所有檔案都 都 都幫你做掃描 它只會看你 編譯 澄清編譯過的程式碼就好 所以說我們重要 我們重點是要產生出這個 Compiler底線 點command這個檔案 點接上這個檔案 然後 那IDE去 去辨識它 然後 對然後 還有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要 這次的列子code有點重要 重點 像我基本上就不會用 就是 左邊這個 就是 微軟提供我這個 我會用 clean D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 用這個 你才能去 很好的去辨識那個 剛剛講那個 Compiler底線 command點 接上這個檔案 所以 一手 而且這兩個 pring會打架 所以基本上 你其其 只要完全只要裝 clean D這個 pring就好了 然後我這邊就是 展示 會有 圖像的方式 跟大家所 步驟啊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 不要裝這個pring 然後裝這個pring之後 你就把 就是正確的產生 這個 Compiler底線 command點 接上這個檔案 然後再開 再用這個來開你的 BS code就可以了 用BS code來開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啊 就是你要 剛剛講你那個pring要裝正確之後 你還要正確的配置 就是說 你要跟 你要在BS code 點BS code裡面 這個配置裡面 你要有一個檔案就是 講說 你要 你要搜尋的include哪些路徑 或哪些檔案 哪些資料夾叫BS code不要去看 就是 例如像這樣 排出你不想要看 例如我今天要看Risk5的架構的話 我只要跟 我只要設定好這個配置 就是說 我只要看BS code 只要看Risk5的 資料夾就好 其他 其他資料夾我都不要看 意思說 這樣你也不會開錯檔案 因為很多 很多編輯器 可能就是 如果你都把它開起來的話 你可能會開錯檔案 或同樣 同樣檔名 可是在不同架構的檔案 你可能會開錯 可是你可以 就是 在配置的時候 你可以 在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跟BS code講說 我就不要看這個資料夾 所以這很方便 代表 這樣可以讓我 很快的幫助我 絕對不會看錯程式 因為很多程式 我們都是看錯程式 對 那不是我們想要的架構 像我這邊 就會把很多 我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架構 全部排除掉 然後 我剛剛講了 有兩種方式 就是用BS code來看 就是 程式 一個重點就是 產生出 這個 就是產生出這個 接上檔案 可是有兩種 產生的方式 一種是 就是 以Linux來講 Linux kernel來講 它有辦法內建就產生 可是有些很多程式 像OpenSBI 或QMU 或任何其他 其他程式 它內建不會產生 這個檔案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產生 然後 所以 如果是產生的話 對 然後目前 產生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 有一套叫 貝爾的Tool 它可以很好地幫你產生 這個 Combine的 接上檔案 對 就是這個接上檔案 這檔案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可以用這個 貝爾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 你在Mac的時候 如果你有下這個 貝爾這個指令的話 它你在 你在編你的程式碼過程中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出 這個 Compiler 這個階層檔案 然後你就要設置 然後你接下來 你就再配置你的一些 你想要 剛剛講你 排出的東西 基本上你再用VS Code去開它 你就會很好的一些 程式碼的跳轉 或是程式碼的 資料 其他來的辨識 它都很好可以幫助你 對 然後 接下來 我 我會推薦一些 我自己蠻喜歡用的 就是 因為 剛剛講的程式碼很大 很多 我會推薦一些 我覺得蠻好用的一些 就是 VS Code的Plugin 就是例如第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 它會幫你 就是 大家很中括號幫你配 就是配對 它這就很好的幫你提示 你哪個 哪些程式碼大括號的配對 基本上 它很棒 它就是用圖形畫的時候 幫你比較好的顯示 然後這裡還有就是 這個是 就是 這個是 就是你不同 因為平常我們會有 控行 就是 就是縮排嘛 程式碼都會有縮排 可是它可以看顏色 顏色標誌出來 你不同的縮排 意思說 你裝這個Plugin 就是它 應該說 我覺得它這些Plugin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幫助你 就是 比較容易的 看程式碼 當然就是看程式碼 就是看個人的 閱讀程式碼的能力 可是有些工具幫助你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 更好的幫助你 就是 更容易理解 你想要程式碼 就是讓你減少看錯的機會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看程式碼 就看很久 你就看一看 就會 就是看錯啊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 可是這些Tool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你 就是 減少你看錯的機會 這樣讓你看 看你程式碼 也是比較舒服 所以我是蠻推薦 就是 因為MBS Code它就是 可以裝很多Plugin 然後還有這個是 這個Text Marker 我是覺得好用的地方 是它可以幫助你 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不同的變數 我們 我們只想看某些特殊的變數 可是它可以幫我們上色 就是 整份程式碼裡面 就是 這個檔 這個點C檔裡面的 這個變數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標記 就是 而且你要看不同的變數 就是 A變數 B變數 它可以幫你標記不同顏色 你在其他地方再看到這個變數 看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你就會大概知道這個是這個變數 你就不用一直在這邊 寄 寄說 這個程式碼 我沒有看過 這個變數在哪裡出現 在哪裡出現 可是它就是用顏色來幫你標記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好用 然後還有一些 unsafe file 就是它可以跟你講說哪些檔案 那個 你改過 你不小心改到這個檔案 你有時候不小心改到檔案 可是你不知道 可是這個 你有裝作Project In它就會跟你講 你哪些檔案 有改過 你只要去看 如果你找不到你改過哪些檔案 你只要去 去用這個Project In的話 你就會知道你 不小心改了哪些檔案 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常常有時候我們是不小心改到的 然後可是我們卻找不到 我們改了哪裡 然後一直confine的錯 花很多時間去找 可是用這個Project In它就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你 改改 不小心改到哪裡 然後 對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icon 就是你可以自己喜歡的 然後還有rex file的support 就是它可以讓你看 assemble 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顏色的標記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講 這些VS code 的好處 就是說它 像它裝這些Project In 就很方便 就是說 像如果你用其他 Edit的話 你可能裝Project 它就沒有那麼方便 可是VS code它就是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大概 上網 就是 點幾下基本上這些Project In 就裝好 你就可以馬上使用 我覺得一個好的編輯器的優點 在於就是說 它可以很好的幫助你 就是比較簡單的幫助你 做到一些事情 對 所以VS code的好處就是它 很簡單的使用 而且它 裝這些Project In 或者說它超級 其實都很容易 對 然後 最後一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 其實就是比較Long Time的部分 Long Time的部分 其實像剛剛講前面幾點 我是比較Focus在程式 輔助大家怎麼樣 比較容易的閱讀程式 然後這部分就是說 你實際上 你在系統在跑的時候 你到底要怎麼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 Debug 因為我會覺得有時候 就是像Kernel它就很複雜 你就 常常 因為像Long Linus Code 它本身是很複雜的一個 整個大系統 很多的Sered 或者它有分User Mode 跟Kernel Mode 所以你其實 會效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然後可是你這個切入點 你又不知道怎麼找 可是這有時候就可以 從用GDB來幫助你找到這個切入點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這個 當然GDB大家一定都 多少都用過 因為大家如果在學校的時候 或在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Debug GDB是一定會去用的 可是 我這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 GDB and Linux Kernel Awareness 意思是說 你要讓GDB知道 你正在Debug Kernel 這件事其實 需要一些 需要做一些事 對 就不是你只是把 GDB連上去 就叫做 Debug Linus Kernel 其實你還要 寫一些Script 讓GDB知道 他正在 Debug Linus Kernel 這件事其實蠻重要的 對 就是 因為 像GDB他看到 他只知道 這一塊Memory是什麼Structure 可是他不知道這兩個Memory 可能 A Memory跟B Memory 其實是有一定關係的 可能這是一個TaskA TaskB的Structure 可是 GDB他只知道 這是 這塊 A Memory是 TaskA 是 TaskA 然後B Memory是 TaskB 可是他不知道這兩個AB 這兩個Task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寫Script 去幫助我們 讓GDB知道 它是連在一起的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TaskTrader 像Linux Kernel 它是整個 它是有辦法用Linux連起來 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寫一個Script 去 Triversal這整個 TaskTrader的List 然後就可以列出 整個系統上 所有當時在run的 的 的 Task 所以就是說 就等於是讓GDB 會知道這些事情 對 或者說 像Kernel大家都知道 Linux Kernel 有一個叫DMessage的東西 DMessage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是從 那個Kernel的Buff裡面 撈 撈當初的Kernel的Log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 寫一個GDB script的話 我們可以 用Script的方式 把Log 撈出來 就是說我們不用 在run time的時候 不用靠Linux 去撈 我們可以用GDB 去把這些Script撈出來 對 然後這邊這個 comment是 當然 我剛剛講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教大家 可以自己寫自己的GDB script 然後讓 讓GDB知道 它正在 在Debug的Linux Kernel 對 然後 因為我剛剛講 要寫Script 可是寫Script 之前有一些 Linux Kernel 它內部已經有很多 可以 已經可以參考的範例 就是它已經提供這些 目前這麼多 在如果Linux Kernel的 入境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 Linux 那Script GDB 它裡面就有 你把這個Compat option打開了 的話 基本上我這邊是用 Cumul來當範例 可是你只要 這樣子在GDB裡面 Source這個資料夾之後 你就可以用很多 就是 GDB Linux Kernel已經寫好的 GDB script的功能 我這邊會有一個展示 就是說 我剛剛講嘛 你只要Source這個 這script之後 這python script 讓GDB知道你在Debug Kernel之後 你就可以 用這LX PS 你就可以用 GDB的方式 把整個 系統在run的task 全部 給列出來了 就是說你現在就不是 不是用userspace的程式去把 或者是用寫 自己寫 Kernel module的方式 把整個系統的task 列出來 就是用GDB的方式 把整個系統所有的task 列出來 然後 我剛剛講 你會需要一個切入點 因為你現在有task 插球 你就可以 從task插球 去找你想要的很多其他資訊 例如 或者是 你現在系統的task 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 你可以 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task task 然後再從task的角度去 找你要的問題 因為 大家都知道Linux kernel 它是以task為單位做 整個schedule的動作 所以 意思說你找到 想要看的task 它 有很多 它的memory map 或是 它在使用哪 或是它PC知道哪裡 或是它的stack 或是其他各方面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從task插球去找到 所以說 找到它 找到你想 想要看或是有問題的 它刷球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 我這邊會 剛剛講它 當然我剛剛講 這邊這個範例是說 你只要引入這個就可以使用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GDP script是怎麼寫 其實GDP script 其實大概 它其實就是一個Python script 只是你要注意的時候 你的Python script 你的Python script是給 GDP 來執行的 所以 GDP裡面它 其實是有 引入了Python 的 的 應該算是 執行功能吧 就是它在GDP裡面 有辦法去執行Python script 這其實蠻重要的 例如說 像我剛剛講 你想要把 LXPS 你想要把系統上所有的 task 列出來的話 你基本上要這樣寫 然後有一個重點是 我這邊沒有 會講 腳把每行都講 可是大概有 其實 一整個 整個那個 task Python其實就這麼簡單 可是它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分清楚 你的 你現在在看的 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有分 所謂的 gdb.type跟 gdb.value 就像你在寫西語言 一定會有所謂的 type 跟你 用這個type宣告出的 variable 就是變數 所以基本上 你要有辦法區分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不同的 這對我們 我們在寫 那個 gdb script的時候 非常重要 因為你要區分 你現在是在看 type還是 你已經拿到 實際的 memory的地址了 然後你再去puzz它 然後再去 從它裡面拿東西出來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然後 可以講一下 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這個gdb python script跟 rease file有什麼關係嗎 就是 像我剛剛講 Linux kernel它裡面有 很多寫好的 script gdb 的資料夾 裡面有放很多python script 就是它已經寫好 可是它其實很多架構 針對架構的部分 其實它沒有 沒有特別 就是rease file的部分 其實還不完善 它基本上都是以 X52跟on為主 所以 rease file的話 其實像 像 像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Linux kernel中 有一個叫Current的變數 就是指向 當前正在執行 在CPU上的 task的 task task structure的 地址 以rease file來講 它目前應該是 沒有 就是 以目前 kernel 它 如果你用最新的kernel 它裡面是沒有這個 是不能 在gdb script中是不能用的 可是目前有人送patch 可是 可是要送了patch 要打了patch的時候才能用 可是它做法其實就是 針對不同架構 其實有不同 取 取Kurrent這個變數的方法 對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我其實今天 沒有總結一下 我今天其實並沒有特別針對某些 因為我就是覺得 就是 有一些經驗想分享給大家 是說 就是 就是比較心得的部分 就是說 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一些 技術 可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怎麼樣比較好的閱讀程式 就是或者是你 轉換到不同環境之後 你要怎麼樣適應不同環境 比較容易適應不同環境的方式 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可以 選一套好用的編輯器 然後來讓我們 比較快的進入 另一個環境的 程式碼閱讀 或者是系統工程師本來 就要看很多個 各式各樣的系統程式碼 所以其實 有一個好的編輯器來幫助我們 閱讀程式碼 其實我覺得非常重要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是需要 自己去研究怎麼寫 Python script 然後讓GDP知道 你正在 Debug的程式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GDP是很強的東西 可是它 你要搭配上一些 GDP script之後 才能夠讓它更好的幫助我們 對 例如我剛剛講的 它 你想要 讓你 單純只用GDP的話 你可能只能下斷點 或看Memory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寫GDP script的話 它可以幫你 很好的passing 整個Memory裡面的東西 然後讓你 在Debug的時候 可以減少更多時間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我今天可能就 想說分享一些經驗分享 大概 大概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韋靈 對 我好像投影片有 投影片有放在 就是那個 CostCover的共筆上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這裡有一些是配置的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的配置的方式 對 好 欸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用GDP Debug Kernel 呃 應該說你覺得 用GDP在Debug Kernel 嗯 在Debug哪些 Kernel的錯誤的時候 它非常好用 就是 可以很快的定位出錯誤 嗯 或是你比較有印象深刻 就是 欸這個問題用GDP 一下子就 就可以找出來了 之類的 喔 謝謝 嗯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工作經驗 像我們系統軟體 像我們在解決很多系統軟體問題的時候 其實GDP幫助我們很大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 它有下一些 斷點嘛 就是它有斷點可以 停在我們想要的地方 出錯了 我們懷疑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可以停下來 我們再去觀察那時候它 Memory的狀態 或CPU那時候的狀況 或者是 我剛剛講我們如果有Task刷球 我們有剛剛那個Script的話 我們可以停下來之後 我們再去 看當時整個系統上 有哪些Task 或當時整個 系統上Memory的使用狀況 它配局的使用狀況 或者是你當時每個Task 它用了哪些配局 其實都可以用GDP 我其實都是用GDP 來幫助我看這些東西 就是你停下來之後 因為你常把系統停下來之後 可是你要看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嘛 可是就是用GDP 剛剛加GDP加Script 你可以看當時 整個系統的Task 有哪些Task 或是整個系統的 Interrupt狀態是什麼 就是說你停下來之後 你可以用GDP Script 來幫我們把整個系統的狀態 撈出來 讓你更好的 更好的去看你當時 你懷疑的問題 對啊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GDP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停下來 然後可以看你整個 當時整個懷疑的狀態 對 大概是這樣 就是在看採Memory的錯誤的時候 很好用 那比如說如果是 Daylock 或是System Hand之類的 喔 這部分的確 的確 的確 對 你剛剛講的沒錯 就是你剛剛講那個Daylock 那部分 我自己是覺得GDP 可能沒有那麼 那麼強悍 可是Kernel 其實有很多 輔助工具嘛 可是你剛剛講的 帶Lock的部分 好像的確 GDP可能沒辦法馬上 那麼直觀的幫助你 對 因為它通常比較適合解決 對 Memory問題通常GDP是比較能夠 是它的強項 對對對 好謝謝 謝謝 那 說問Hawg 後來到了 昨天他剛才問他問題 就是 其實你剛才沒有解釋說 那個GDP的Debug 是在 Tyberlizer CubeMu上面去Debug 還是你用ZtechPath 的Howard去Debug 喔 對我這個沒有特別講 然後 我剛剛 我這邊有秀一個範例 我是用QMu 加GDP 就是QMu Runch的一個GastOS 然後 我再用GDP 因為QMu它本身有GDP 就是它可以提供一個GDP GDP可以連上QMu 然後再Debug你的Gast 它有這個功能 然後 我平常工作的話 是 事實上我們是有用Ztech Ztech可以達到一樣的功 做到一樣的事情 可是 我這邊 我這邊 以我這個範例的話 我是用QMu的方式 沒錯 然後對 剛剛這位同仁講的沒錯 就是 一般來講我們GDP 因為你GDP你要連上 應該說你要 Debug如果對象是Kernel的話 你會需要有一個 例如 Ztech 的東西 輔助GDP連上去 然後它才能把整個CPU 停住 然後才可以開Memory的狀態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一個 叫Ztech的東西 來停住整個CPU 然後讓GDP 下Command 跟它做溝通 對 然後通常 如果open source的話 通常叫open ocd的東西 然後 如果我們這邊是QMu的話 QMu的話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emulator 所以它上面可以run 一個OS 它本身也是emulator整個CPU 所以說它也有提供能力 就是 讓你GDP連上來 然後 你再debug你的gastOS 這樣 大概是這樣 而且 如果你是debugXbody 或者是alm的server的kernel的話 你不會有Jtech 所以 所以 做serverkernel開發的人 會懂怎麼用kernel debugger 對 剛剛 就是Scar跟Rubinline有講到 沒錯 就是KGDP也是一個方式 它是用CPU的方式 跟GDP連結的 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講大些兩隻嗎 我一定謝謝你今天的演講 然後 我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教你 就是 呃 對我來說 就是 呃 我用 像GDP在debug東西的時候 通常都是 debug一個有序的 有序的狀態 然後 我是好奇 想要問說 呃 今天可能比較沒有提到 像是 呃 無序的狀態 剛剛可能也有提到 然後 呃 假設 就是像interrupt 這一類發生的 錯誤 你通常都會怎麼樣 去處理它 想要問你一下 對 謝謝 嗯 對 你剛剛講的 沒錯 就是 無序的狀態 像interrupt那些東西 的確 因為其實像 如果JTAG加GDP 很強大的地方 是因為 它可以停在任何地方 所以它也有辦法 停在你的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裡面 所以意思說 如果你有時候懷疑你的 就是你的 interrupt有沒有正確整個 走完整個流程的話 所以你其實是有辦法 直接斷在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裡面 然後你就停在這裡面 然後去追它的整個 你可以停下來 停在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裡面 你就可以去 一步一步 單步 單步追蹤 然後去確認你的 rigid狀態 你的interrupt controller 你有沒有正常的回 interrupt controller 然後或者是你 CPU當時的 那個 那個 register CPU是不是覺得 它確實有把中段 打開或中段關掉 或者是你可以去 去確認很多 當時 你可以停在ISR裡面 去確認 當時很多register CPU內部的register 然後來確認 或是你可以確認 外部裝置的device 如果它是NNIO進來的device 它一定有些register 也可以去check 所以通常我覺得 GDP很強大的地方 也是可以 它可以停在ISR裡面 然後你可以去 去check那些register 然後確認 你當時整個 系統它 interrupt的狀態 整個沒有完成 因為interrupt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 整個一個 一個過程 就是關中段 開中段 然後到整個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完成之後 然後再把中段打開 這是整個流程 很常時候我們會發現 interrupt沒有再打進來 那一定是某個 某個register 的狀態沒有被清掉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GDP去停下來 然後去看很多register時候的狀態 大概是這樣 我自己的經驗在用GDP debub kernel的時候 在執行 單部執行的時候 通常都會被interrupt走掉 然後 然後 就會被contact screech掉 然後 就 找不到我原本要追的 那個process 那通常這種情況 要怎麼處理 因為我 目前只有想到說 把 那個 primpt的configure rechange deserble掉的 方法而已 那 看起來不是 很好的方法 像請問 通常都會怎麼做 嗯 你是說 我剛剛沒有很確定 你說的狀況 是怎麼樣 呃就是 是在配了gp 還是在 你怎麼控制那個hcp 就是 我如果用GDP去debub kernel 然後再 停到一個斷點 然後做 那個 那個 你有什麼機器這樣 停下來 我用 就 breakpoint 就用gdb的breakpoint 哦 所以 用sobred breakpoint sobred breakpoint 那通常這種情況 然後 停下來之後 你在用那個 gdb的指令 next或是skip 去 執行 一個一個執行指令 那在執行的時候 我會被 interrupt 跑到 其他地方去 或是被 config到其他地方去 那 通常這種東西 要怎麼防止 嗯 因為如果你是 gp的單鋪執行 通常 因為他 因為 所謂單鋪執行的話 基本上他是會 因為cpu本身就有能力 就單鋪執行 所以 通常你如果是gdb單鋪執行 應該是不會 馬上 離開 你 你當時正在執行的 程式的floor 就在他有config 來 除非是真的 當時 執行這 這兩道指令之間 確實發生中斷的話 他的確有可能 cpu的確有可能被跳開 不過通常 正常來講 如果你 不是剛好發生在中斷那個點 基本上 cpu當時狀態 他應該是有辦法一步一步執行的 所以應該不會馬上被切開 應該是剛剛 知道就問說 這位朋友 他的 debug interface 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 一般的 debug interface 他寫了 會怎麼樣 讓他進來 我覺得這位朋友是在 related上嗎 是在 什麼樣的 debug interface 呃 請問interface是 就是 你現在 就是你要debug 和code 那是 跑在 沒有 我在跑在 QM上 跑在QM上 QM的logic 應該是會關的 我可能要再詳細看看 你是在debug 怎麼樣 趙偉雅 在debug 在debug狀態上 應該會關 喔 好 QM應該是個相對簡單的 應該可以搞到 然後 尾瓶剛有介紹那個 Linux Linux 的那個batch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 事後跟你講一個主態 他是work 那可能再比較說 跟你主態判斷 好 謝謝 呃 你好 呃 感謝今天的分享 那個我有兩個問題想問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呃 我們在修改 扣腦之後 把編繫成 kernel module之後 有沒有什麼工具 讓我們可以 構造input去 戳到我們剛剛 改的那個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 呃 Linux kernel裡面 好像有一個是 叫 System Request Trigger 那一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裡面 有個參數好像是 K吧 就是可以觸發 interra 讓你 把所有權交還 給debugger裡面 那我有辦法就是 把這個所有權 就是 交到我自己 自己出的那個debug上 而不是 KGDP上面嗎 對我想問這兩個問題 謝謝 嗯 欸 我 你第一個問題是想問說 剛剛沒有很確定 你第一個問題是想問 呃 就是 改 我們改了某個 之後 有辦法就是 有什麼工具可以 構造出input 讓我們可以走到我們 剛剛改的路徑 而不是就是 真的要接靜態分析整個 module 然後去 自己想那個input是什麼 你現在想要debug 可以回到module這樣嗎 呃 對 然後 呃 呃 呃 或是 對通常是這樣子 或是說 你說 你想用GDP的方式 對 呃 對 用GDP的方式 因為GDP是可以設 就直接設定PC值 跳過去你想要的方式 可是通常你這樣 這樣也會破壞掉你原本的 的Stake的狀態 所以 這樣可能也 也沒辦法測試到你想要的 Driver 對 所以我 我其實不是很確定 有什麼方法可以 用GDP的方式 測試你的debug module 對 應該說Kerno module 對 你現在是很難 互現那個狀況 是不是 你的Kerno module 可能 網友說我們 會壞掉到 下 對 然後沒有辦法確定說 很穩定的 沒觸發到next date 想說有什麼工具 可以構造 好 那如果 有一些architecture 是有RR 就那個 那可以抓一次 就可以 但是 GDP目前 那應該 RR 可能 所以我沒有什麼 不好見 那如果 你可以考慮 那大家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帶來掌聲 感謝維林的分享